1月23日,星期二得道,早安,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碧 現在葵涌的屋邨日葵樓強制檢測五天 港共政府放風,它打算將葵涌整個區域都有強制檢測的方案 甚至將強制檢測實行到整個香港那裡 全民檢測絕不是新招來的 前年港共政府試過整個香港自願檢測,但反應一般 相反,如果全香港實施強制檢測,又必須配合大規模的禁足令 兩種方案不是效率低,就是很難在香港實行 但面對第五波的疫情越來越嚴重,全民檢測的呼聲再次高漲 政府高層又犯一個新的構思,就是中間落物方案 所謂疫情嚴重,所有都是港共政府說的,大家分析是否真的疫情嚴重 他就說,針對疫患嚴重的區域好像是攜充一樣 他是打算實施限制一定日數之內,整區居民需要全面檢測 如果你不檢測,便會收到罰款 之前實行過的全民自願檢測計劃,正確的名字就是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在前年9月第三波疫情期間,曾經實施過 結果最終大概有178萬人參與檢測計劃,佔香港大概兩成人口 自願檢測計劃最終找到32宗確診個案 而確診率大概是0.0014% 既然自願方案沒有什麼成效,所以自從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 很多立法會議員和網絡的意見領袖 經常不斷呼籲盡快在香港實施傳聞強制檢測 在昨天1月21日,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漏口陳曼琪小姐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意見,請求中央政府協助香港強制全民檢測 陳曼琪認為香港疫情嚴峻,政府應認真考慮進行全民的強制檢測計劃 並須向中央政府尋求協助 同時,特區政府也要吸取前年的經驗,落實在疫情爆發時全民緊急檢測行動 他繼續說,前年大陸派人來香港協助,但只有178萬人參與檢測 他認為是因為政府沒有實施強制措施,也沒有充分宣傳 事實上,香港一直有實施強制檢測的,但只是小區檢測 港共政府就叫RTD,Restriction Testing Decoration,是具有法定效力的 但這個方案每一天之內,維封一棟大廈,在一晚之間完成檢測幾百宗 以至一至兩千宗的過額 相反,行政長官林電月娥一再表示,全港實施全民檢測必須配合全民禁足令 即是要大家不要出門口,全香港市民都不要出門口 否則,針對750萬個香港人全民強制檢測的方案根本無法實施 於是這個港共政權開始討論一個中間的落物方案 他們就覺得,既然香港每天檢測量大約10萬人 而且香港市民普遍比較接受針對目標區域的方案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某一個區域爆發疫症 只是針對那個區域的市民強制檢測 而他就覺得住在那區的市民就會比較服氣做強制檢測 即簡單來說,如果針對葵涌的全區域,並在5至10天內徹底強制檢測 只要安排得好,區內的市民未必會太大反感 不過這個方案仍涉及許多考慮因素,例如如何罰款5000元? 連這5000元如何追討? 亦的接近政府消息人士認為可按左下聲的原則去處理 即是如果不檢測未來或需要票控 但追究的時間可以是長期的,一旦追究到才控告 當然還有一些問題,例如告訴市民,葵涌區是如何界定的呢? 哪些市民是住在葵涌區內需要強制檢測的呢? 通通都屬於必須要詳細考慮的項目 總括來說,港共政府無法處理750萬人全民檢測 但幾千人或當前針對葵涌村的幾萬人小區檢測 又未必能解決現在的危機 所以擴大到葵涌的全區檢測,亦可能達到幾十萬人的方案 根據剛才的新聞報導來說,個人認為 臨電月娥是有意全港檢測的,但一直實行不懂 於是想著用小的範圍來開始 例如現在葵涌,有人染病了,於是強制檢測葵涌區 但如果要整個葵涌區的市民都需要強制檢測 就真是一件很大事 你想想葵涌區牽涉多少個市民? 而她強制檢測包括禁足,真是你不能出門口 即是消禁,或是軟禁 你想想整個葵涌區的市民都被人軟禁在家裡是甚麼情況? 而臨電月娥已經開口說道 她是有意將全香港都實行強制檢測的 只不過是暫時做不到而已 只不過是絕對不想這件事發生 甚至她是跨著一個區域來強制檢測也好 因為這樣是很不人道的 你無可能限制一個人的出入 即使這個日葵楼,整棟樓的人士都不能出入這棟樓 都是很不人道的 下一則新聞就跟進葵涌村的屋村現在是甚麼情況 影葵楼圍封第一晚,沒有食物 網民就說飯盒也準備不到,住戶今晚就吃自己了 繼葵涌村日葵楼昨晚被人圍封,據聞禁足五天強制檢測後 村內又多棟大廈被人封樓,影葵楼也要圍封五天 香港新冠肺炎變種病毒 即武漢肺炎變種病毒Omicron的疫情,他們就說很嚴重 葵楼村日葵楼疫情大爆發 在昨天1月22日,香港初步確診個案去到100宗 主要集中在葵楼村那裡 特首林電月娥表示,葵楼村的相關個案去到105宗 涉及三棟樓宇,宣布影葵楼同需要圍封檢測五天 同時要提及到因為要4小時才能安排供應箱準備飯盒 所以今晚無法向影葵楼提供晚餐 影葵楼的居民凌晨已經不能出門口 網民就形容現在是叫些住戶自己今晚吃自己 很多人質疑政府竟然無法準備2,700個飯盒獻缺應變能力 網民就說,下衣飯盒呢? 但也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會向居民提供即食麵和罐頭等等 相信可以捱一晚 林電月娥宣布影葵楼同樣要用日葵楼的方式處理 維蜂禁足五天作出這個強制檢測,但提及到今晚無法安排晚飯 6時多今晚晚晚餐恐怕難以安排 提及到要有4小時才能安排飯盒供應箱 希望影葵楼的居民見諒地說 特殊政府無法供應晚餐的說法引起網民的熱議 尤其是影葵楼今日凌晨已被人遺風 即是說居民已有一天無法出門,可能準備不到食物 網民就是這樣說,還想賠錢,東西也不讓你吃呀! 很多人認為政府的說法就像跟居民說 今晚吃自己,準備不切飯盒 人們又想到喜劇之王中的計劃 留言,鞋衣,飯盒呢? 有些人就信,被人叫Food Panda送去村口也好,參加基金30 敢住一日攜樓的市民現在是甚麼情況呢? 有居民就投訴當局的效率非常慢 在前晚10時才獲得派飯 在昨天1月22日更加要朝早10時才有早餐吃 直到下午1時都未有午餐 有居民也不滿大廈每一個樓層的走廊沒有進行大清潔 亦沒有人通知居民何時可以下樓進行檢測 居民又要求政府上門進行檢測 他就這樣說,我們下去坐升降機都很容易被傳染 都不知誰中了一招 一攜樓的居民,蛇小姐透露 現在大廈只有大堂有保安打手 而每一個樓層就不見有人巡邏 但他相信居民也很乖,不會到處走 另外,除了前天1月20日有人進行大廈清潔之外 遺風後亦沒有聽到或察覺不到每一個樓層都有人清洗或收垃圾等 他又表示,由昨日到現在亦沒有政府人員叫居民進行檢測 有職員跟他們說,他們隨時都可以下樓進行檢測 於是他在下午3時多安排到樓下進行檢測 不過這個檢測站就大排長龍,甚至倒貫回大廈的大堂 最終要等2小時40分鐘才能完成檢測 蛇小姐批評這個安排非常差 她就說,那麼多人都沒有保持社交距離,有事是誰負責任? 她就認為,現在傳大廈初步確診的個案已經飄升至70小時 所以政府應該上門為居民採養 她就這樣說,我們下去搭電梯也很容易被感染 我也不知道是誰中了招 她又說,晚餐和今天早餐分別是燒肉飯和點心 她就很不滿,就說菜都沒有條 另一個居民林先生處在低層那裡,她不滿批評政府效率緩慢 昨晚10時才收到晚餐,而今天下午至1時也未有午餐 她就這樣說,其他樓層有朋友也收到 為何我們未有?效率真的慢了些 她又說昨晚頂不順口,我自己煮了食物先 幸好買了物資 她這五天打算播劇打機打發時間的說 所以這個港共政府真的很智障 經常在說這個疫情有多嚴重 又在鎖別人整棟樓 但問題上就是,你叫別人下去做一個檢測 基本上就是聚集人樓 這個倒行逆施的方法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了 已經證實了Omicron是人傳人 現在你又將人聚集在一個地方 踏捏不迫嗎?現在排隊不多人嗎? 完全是理解不能了 下一則新聞,葵聰村居民染疫竟然延伸另一個喜訊 一個住手荃灣警區刑事警察隊的26歲南黑警染疫 這個南黑警住在葵聰村景葵樓 所以獲得安排接受病毒檢測 在昨天1月22日初步證實確診 黑警說她過去14天沒有外遊記錄 工作期間有戴口罩 最後一天上班的前天即1月20日 黑警表示,在等候衛生署進一步評估和建議前 與這個警員可能有緊密接觸的警務人員和民職人員 都需要按衛生署指示獲得安排接受病毒檢測 並已派完清潔和消毒這個黑警相關工作的地方 又說會靈活調派人手確保相關服務不受影響 咦?如果這樣,是否整個黑警的警區都需要圍封 而且禁足?或者他們全部送去足高灣吃頹飯? 如果證實染疫是否需要人道毀滅一事同仁呢? 昨天接獲一個女子報案 就說早前在交友程式認識了一個男子後 被人偷了一張信用卡和被拉縮兩萬元港幣 硬件交由廣島區重案組處理 人員調查後拘捕了一個26歲男子涉嫌盜屍和拉縮 被捕人是一個黑警將會被停職 警方表示高度重視人員的操守 就說絕不會姑息任何違法行為 一定會嚴肅跟進頂功辦理 真的很好笑 真的每天都有黑警的新聞 他們已經是香港的最大犯罪集團 但對於他們中招的新聞 我就覺得多多益善 最後一宗新聞是關於英國的 英國30間企業實行了4天的工作 新金福利不變 推動人就說 重新分配作息平衡提升效率 英國有30間企業由1月19日開始實驗 其下的員工將會以同樣的工資 實行每個星期4天工作維持半年 這個計劃是由一個叫Four Day Weeks Global的組織主辦 計劃推動不同工種在一般工作量之下 以每個星期上班不多於35小時和4天之下工作 發起計劃的組織Four Day Weeks Global的經理 Joe說 計劃將於2022年帶來一個大膽的未來 又說在封城期間 駕駛工作令大量員工重新分配他們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 而每個星期4天的工作天 會令員工更有效率地應對自己的工作 提升了工作效率 但就有反對聲音說 每個星期4天工作只會令員工被迫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工作 只會令他們帶來更大的壓力 Joe舉例說 微軟在日本分部 在2019年8月也曾作類似實驗 被旗下2300個員工連續5天星期五不用上班 結果發現效率上升了40% 而且會議也變得更有效率 員工也變得更開朗 而亦有研究曾經觀察 由2015年至2019年期間 冰島曾在學校、政府公共服務的部門、 醫院、辦公室等部分措施每個星期4天工作成效 結果形容是空前的成功 結論是社會已足夠成熟可運行1週4天工作 根據報導 類似有參與計劃的公司 很多是大企業 包括Canon的英國分部 牛津和劍橋大學的部分部門也有參與計劃 而事實上 類似實驗在西班牙和蘇格蘭進行了 未來亦打算在美國、加拿大、埃爾蘭、澳洲、 新西蘭等地方進行類似實驗 你們對於4天工作即是4天、Working days有甚麼感覺? 小婢覺得這是非常人獨的選項 當然,我認為工作從家五天是最好的 但如果回4天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享受在香港4天工作的福利呢? 今天新聞就是這麼多 對了,昨天小婢上回提及 如何與英國政府部門處理事務 我補充 今天答應說回一項 如何取得我BRP的identity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否一個方法 但可以大家用這個精神實行所有做不到的事 話說小婢的BRP在網上 UK government website查不到我的工作證明 這件事我在收到BRP後 用三個月的時間打了很多次電話 亦傳了很多個電郵 打算向有關部門反映這件事 但所得出的結論 打電話來說 那些人基本上都跟我說了 結論就是 他就跟我說 如果有BRP的人士有部份 是不能在Government UK那裡查到你的work status 我真的聽完之後 我就嘔嘴了 我亦非常無奈 因為其實我每一次有issue的時候 我會尋找所有方法去獲得資料 或者是問 因為其實我發覺到 問每一個人會有少少variation 因為整件事不合邏輯 因為所有僱主一定會在網上 UK government website 查看你能否在英國工作的identity 但竟然這一點做不到 他只叫我把BRP卡 這個physical的BRP卡 給僱主 他便會覺得已經有認證 我便覺得這件事非常荒謬 而他叫我解決方法 他便把BRP卡直接給僱主看便沒有問題 之後我有其他事忙便沒有理會這件事 直至我要處理稅務問題時 我便察覺到一件事 因為無論是UK government website 輸入完資料後給我的答案 就是 Data is not match 以及我在稅務登記 一個稅務居民時 亦有同樣的答案給我 於是我就想 會不會他的Data 和我本身有出入呢 於是當我處理稅務問題時 然後我就順便跟他說這件事 當然這件事是不關的事 因為其實HKMC 和Visa Department 分開兩個不同的部門 但我乘機便跟他說 其實我想知道 我現在申請 做registration 有這樣的問題 答案也是這樣 我想知道 我的Data 是否和你們的Data 是不同的呢 按照我一般做法 我甚麼都做齊 首先我第一步 我一定在他的web chat 即他有個真人現場 和你用文字去對話 即是好像signal 在web做一個對話 我一定會先做這個 因為我起碼有一個文字上的記錄 得到他的消息 他便跟我說 真的confirmed了 他的Data和我不同 於是我就覺得 難怪我在網上甚麼都做不到 原來我的Data 和你的Data 是有出入的 因為這件事不是發生過一次的 我剛來英國的時候 我申請Bank Account Club 也是發生過這樣的事 我還很後期才知道 他寫錯我的資料 因為我給了住址證明給他 不是透過我用verbally 告訴他我的住址證明 或者住在哪裡 個人資料等等 全部都是交一些文件 給他處理 但最後過了三個月 申請到卡或information後 我亦發現到他輸入錯誤了 於是乎 這個web check 叫我打電話 和有關部門更新我的資料 我便做了這件事 於是乎很多事已經解決了 我做完之後 我再檢查我去UK government website 檢查我工作的right to work 突然間便檢查到了 在此之間我覺得有關聯 很明顯是因為他們手上的Data錯了 雖然這個web check 人士這樣和我confirm了 但當我打電話問有關的人士 對回每一項資料時 他全部都沒有跟我說 我有沒有錯資料 他逐條對回 他逐條都跟我說 資料是正確的 但亦是文化 我又覺得如果他們真的錯了 給我我都不會跟你說 我打錯了 或者本身的資料錯了 因為這是人為錯誤 於是乎透過web check 然後打了兩個電話 這個電話比較有效率 可能是因為稅務局的關係 關於收錢方面 他們是非常有效率的 似乎解決稅務的問題 同時我也解決到我身份的問題 在這裏想和大家總結 在英國遇到和政府部門交易 所有事情都需要black and white 雖然不一定是有用 但必須有black and white的record 以及要試盡所有方法 和打多次電話 去引證所有事實 因為中間我透過很多經驗 我就覺得很多時候 他們是想敷衍我 或者是其實想 不做這件事 不想解決這件事 我遇到很多很多issues 根本就是 對方不想解決這件事 而是想推卸或是 放了他算數 急那個是我的 永遠都是 例如我之前申請GP 即是申請附近的診所 有事可以去看醫生 這一個過程 都用了四個多月 一直在推卸 本身電郵搞得行的事 我天天寫電郵 不複不得止 一複只會跟你說 你打電話來吧 打電話便解決到 當我打完電話去 他便叫我寫電郵 其實根本就是在拋球 在嘻 我覺得這些應該是英國的文化 今天就是這麼多 明天見 拜拜